大家覺得這一段話 就是讓大家不舒服 對各位 不管是家長還是 才是誰才感到不舒服的 我都道歉好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作為一個平民 我只是一個素人 我只是一個直播主 我的臺就一兩千個人 我跟他們聊聊天而已 結果被燒成這樣子 我也很無奈 所以我就想說 我以後不會再加任何政黨的活動 我那個時候跟無尊扣義 我只要他給我一個道歉而已 他給我道歉 我也會跟他道歉 我又把他分為心戰神 他的意思是說 不管我是心戰神 還是統神 還是宅神 沒有那麼神 那我剛剛在裡面也跟他道歉 也解釋過了OK了 其實我一直都是 希望能夠 讓這個社會知道 這些暗黑的 非法偷拍外流網站的嚴重性 講一次兩次三次 不夠改變這個社會 我們就講更多次 希望 有照一日在台灣 反對偷拍外流的影片 可以成為主流的共識 最重要的是要重建他的 品牌的信賴感 所以我一直給他建議說 不需要用延遲去爭論 到底有沒有毛骨悚然 可是如果說 他在糾結說 誰說他毛骨悚然 所以害他形象變壞的話 那大家反而會看不到 他到底有沒有改變 想起到今天怎麼會想來 因為之前你先前 可能不會再參加 政治的相關 我是這樣講嗎 沒有我只是講說 我不會參加政黨相關活動 因為 政黨真的 因為他們互相有攻防 我 我作為一個平民 我只是 我只是一個素人 我只是一個直播組 我的台就一兩千個人 我跟他們聊聊天而已 結果被燒成這樣子 我真的 我也很無奈 我真的無奈 所以我就想說 我以後不會再參加任何政黨的活動 太痛苦了 我就去國民黨一次 而且我也不是說我去站台什麼的 我就去一次 然後演講那個 就是他們有個自媒體 演講自媒體與流量 我只是個講師而已 我就去演講一次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就去演講一次而已 所以剛剛你聽議員講完 你還是會覺得 我們其實會受吳征的影響 你都受吳征的影響 對啊 導致你掉代言 導致你掉代言 對啊 是啊 是啊 因為那個時候吳征就 沒辦法 他就要攻擊民進黨 講錯了抱歉 口誤 就是他那時候要攻擊國民黨嘛 然後 就這樣子 然後 唉 我也沒辦法 如果 如果這件事情 如果 如果我今天沒有去國民黨的話 吳征也不會 燒我 我也會覺得無奈 那你今天怎麼會想要來上這個節目 那剛剛會覺得有被 我今天怎麼 他邀請我就來啊 因為我現在沒有錢啊 我現在沒有收入啊 有錢賺我就來啊 你們如果 各個節目想要邀請我 我也會去啊 你們各個電視台 或者是各個人 要邀請我我都會去啊 沒有錢啊 我還有 我要養三個小孩內 我當然有節目就上啊 對啊 怎麼了嗎 那你之前上完節目之後 然後 以前在有發文道歉 對 不過後來又在演說 有講話講說 請要議員 不要把自己當作設立者 那今天再跟他當面談 有時候 有沒有其他的心情 有有有 他有跟我講 他說 他的意思是 不是想要自己當神 因為我又把他封為心戰神 然後他說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不管我是心戰神 還是統神 還是宅神 都沒有那麼神 那我剛剛在裡面也跟他道歉 也解釋過了 OK的 對對對 喔 對 那你的對手就是 透於說他 把你冠上戀童的一個頭銜 那你自己看那件事 沒有他又不是第一個 我無所謂啦 他不是第一個 那個時候燒起來的時候 一堆人說我戀童 他又不是第一個 沒關係啦 而且我說真的 他販毒的時候 我也嘴他 那我現在我被燒 他嘴我合理啦 反正互相就這樣 沒辦法 對 那之後有機會的話 你會想和吳征 像這樣的行事 來當面的說清楚 當然啦 我很歡迎啦 我希望吳征 其實我老實講 我希望 我那個時候跟吳征call in 其實你們如果 如果有聽到後面 其實我後面都要 我只是 我只要他給我一個道歉而已 他給我道歉 我也會跟他道歉 可是沒辦法 就他可能民進黨發言的那個 背符真的 包袱真的太重了 我沒有包袱啦 我現在要跟誰道歉 我都可以啦 對啊 那 對 那之前有講說 就如果再有人在一起說 你是戀童癖 這樣你會提告 那會包含吳征嗎 吳征沒有指我戀童癖 不不不不 不能亂講 塑造 那沒辦法塑造怎麼告 塑造沒辦法告啦 那塑造沒辦法告 那我因為很多 真的很多人這樣子講 那因為 那個他們都是看一個 就是有一個 他們的截圖 那因為那個截圖 只有大概 五秒鐘到十秒鐘 不知道十秒 五秒鐘到十秒鐘的談話 那我其實我原始談話是五分鐘 大家可以去我的那個YouTube 我去我的Facebook看 所以那個其實是被斷章取緣的 那我 我就是希望說 4月12號電影史 不要實際上 我是希望說 4月12號以後 不要再有這種錯誤的言論 因為我一定告 對 那你原本還有跟國民黨的一場演講 也不會 不去了 不去了 我要先跟國民黨道歉一下 因為這個已經講好的東西 其實理論上我是要去 可是我跟他們說真的抱歉 是 我沒辦法去了 就真的被燒得太厲害 就是 它影響到我的生活太多了 不管是我的老婆 不管是我的小孩都被影響到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去了 就是 就跟他們說真的抱歉 剛剛有答應抱歉說 可以在電視室前面抱歉 現在又 對 就是 我對於 因為我當時真的 不知道那麼多 因為我當時是看到那個評論 就是 因為那個是 我是直播 它新聞出來我就直接評論 那我現在 因為過了 也過了那麼多天 那我後來也是知道說 其實那個創意私房 這叫創意私房沒錯 對吧 其實那個創意私房 它其實不是單純的這種 這種偷拍片 不是這種A片 它是可以這種點菜類型的 就是 那種 可以讓那種被害人去演 演的 或者是直接偷拍的 就是 那種 有劇情的 有 就是直接偷拍 這種很惡劣 這種很惡劣 所以我後來了解到的 我也道歉了 對對對 對 我現在在道歉 道歉 我道歉 對對對 我再道歉 就是我真的 因為當時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只是普通的A片網站 對 然後我說沒那麼嚴重 對不對 我那時候說沒那麼嚴重 那 其一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其二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看新聞 真的檢察官判的就很輕 我 我其實我自己有發問 我不懂 現在在做那麼多媒體 你們去燒檢察官啊 燒我幹嘛 我是看檢察官的 我是看檢察官的判決 你知道嗎 我只是一般人 我也沒有什麼內線消息 我看檢察官這樣子 我就道歉 不然 不是我聲道歉 我就評論了 那第一點我一定要道歉 就是 剛剛創意思考那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 對於那個 我想X未成年 因為那個新聞不能播 我就只有X了 我想X未成年 那這個東西 我剛剛有講到其實被斷章取義 可是如果大家 覺得這一段話 就是讓大家不舒服 對各位 不管是家長 還是 誰 誰才感到不舒服的 我都道歉 好不好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樣子 OK 你們想問一下 因為發生那些事情的時候 好像已經把頻道關掉了 那之後有可能再打開頻道 來跟可思做我的對話 或是澄清之類的嗎 對啊 沒辦法啊 因為 因為頻道 頻道那邊最主要的問題是 我以前 真的講話就是個掉掉 我以前講話就是個掉掉 反正就是 一直在電視上不能播的聲音 所以 我知道 把頻道隱藏起來 因為如果說 我不隱藏起來的話 如果大家去挖我以前的發言的話 我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沒辦法生存下去 對啊 因為我以前講話就是個掉掉嘛 反正就是一些 什麼 都不能播 那你們幫我消音好不好 因為我在這邊講應該還好 反正就是X啊 X啊 白痴啊 智障啊 我打遊戲這樣子 智障怎麼樣 所以 你們幫我消音掉 反正就是 抽我以前的風格 就這樣子 沒辦法 剛剛我答應酷姐說改進 但是 這就是真誠的你 所以你還是會改變 那些 你之前講話的風格 什麼 我聽不懂 就是剛剛我跟酷姐答應說 你會改掉那些 你說不好的髒話什麼的 對對對 我會改變我講話的風格 對對對 對 因為我也知道說 其實我現在 我現在在實況圈 電競圈 我也算是個很 很紅的人了 所以我以前沒有意識到這點 那我之後會改進 就我絕對不會再讓這些話 對 就是登上媒體 就是我會換種說法 比如說 我想X那個女的 我會說 我想要跟她發生關係 我會改進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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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現在目前頻道已經關掉了 那阿苗其實有建議你說 可以多多跟你那些粉絲 因為多半可能有很多 都是衛成年或青少年嗎 來共同這個觀念 而且很少很少 因為我的粉絲 都是十幾歲看我台的 那我已經開十幾年了 他們現在都二十幾歲 我其實有去統計過 我的粉絲沒什麼衛成年 因為衛成年都在玩手遊 連我小孩都在看抖音跟小紅書 他根本就不想理我的直播 對啊 因為衛成年他們 反正就是他們現在 整個被手機遊戲荼毒 他們完全都不打英雄聯盟 他們完全都不打電腦遊戲 他們完全都在打手機遊戲 然後又有抖音跟小紅書 所以我的屏障幾乎 已經沒有爲成年了 謝謝 那原來要說一下今天主導 我想來上這個節目 然後心情怎麼樣 這個蔻姐的廣播 還有所有的這個節目 只要時間許可的話 我本來就會盡量配合大家的時間 答應大家的聯絡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是本著說 希望能夠讓這個社會知道 這些暗黑的非法偷拍外流網站的嚴重性 所以只要能夠有機會 再一次的這個 講一次兩次三次不夠改變這個社會 我們就講更多次 希望有照一日在台灣 這個反對偷拍外流的影片 可以成為主流的共識 那這樣子 我想我們台灣的民眾 尤其是女性 或者是容易受到傷害的兒少的生活 才會更安心 今天像在跟統神方面的對話 有覺得他已經可能有成一道強 或者是容易改進了嗎 其實我覺得 我最希望的是他能夠經常跟他的粉絲 可以多多宣導這個正確的關聯 因為他的粉絲 剛才在錄音的時候他有講 他粉絲九成都是男性 那可能是屬於比較年輕的族群 那這些族群也是現在網路的最主力的使用者 那包括了這些暗黑的非法偷拍外流網站的會員 那也是符合這樣子的這個所謂年輕 然後主要消費者是以男性為主的特徵 所以如果像這個張家航這樣的意見領袖 他可以出面然後長期不斷的呼籲說 絕對不要再傳這種偷拍外流影片 也不要加入會員的話 我相信時間久了 這個一定可以改變這個社會的風氣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事情 我們講沒有用啊 但是如果是張家航出來講 他的粉絲可能才會聽 所以我也希望說 是不是透過這次事件 社會上的各行各業的意見領袖 都可以站出來 做這個非常簡單基本 但是很重要的呼籲 那可以讓追隨他們的粉絲擁有正確的觀念 那你怎麼看蘇峰提升的那個call-in的節目 他們兩個的分枕 就是您剛剛在解釋的時候 他就一直說他不認同 會不會覺得溝通上有點偏困難 覺得他就是認為民進黨一直在針對他 當然這個家航有他自己的看法啦 但是我想在場的包括各位媒體朋友也知道 其實每一家商業的公司在決定他的代言人的時候 一定就是經過嚴謹的評估和考量 那今天如果你的代言人可能發言出現爭議有點狀況 他們也許會評估個兩三天看看情況怎麼樣 那最後下一個決定 那但是在這個也許各家廠商都在評估了這個期間 那如果說這個家航他自己在直播的時候 還有在call-in無針的時候 又一直在爭論他到底有沒有毛骨悚然這件事情 可能反而就會讓他的代言廠商覺得這個風險是擴大的 所以當然這個家航他的個性可能比較直率 或者是說他從事的這個工作可能十幾年來都是在播實況 所以他有點不是那麼熟悉商業界在決定代言人的這個過程 所以他可能會以為說在無針貼文之後的隔天他的代言就不見了 所以一定是無針貼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或是在場的媒體朋友 大家一定都很清楚其實在他的做出爭議發言的時候 代言商的那個評估的程序一定就已經開始了 那只是在這過程當中可能沒有辦法冷靜的去控制這個戰火 那戰火繼續延燒下去 我覺得這是他的代言會掉的真正的關鍵 因為他還覺得說無針貼要代言嗎 然後他剛剛也有講說希望可以跟他這邊講清楚上節目講清楚 那也希望他跟他無針跟他道歉 你怎麼看你覺得無針貼要跟他道歉 我覺得其實這個網路 意見領袖之間大家有不合 都是很常見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是為了家航好的話 他應該要這段時間也許多去走走三三星 那我想他過去也有這個他愛家的這樣的經營的形象 也許趁這個時間帶他的家人可能去旅遊一下 然後沉澱一下再來思考這整件事情 因為對他來說當然他剛才有講他想要養家活口 那所以其實最重要是要重建他的品牌的信賴感 所以我一直給他建議說不需要用這個延遲去爭論到底有沒有毛骨悚然 只要他從今以後的行為都能夠長期的穩定的 踩穩這個反偷拍反外流然後保護兒哨的這個立場 然後多多的可能未來的一兩年兩三年都為了這個題目付出 那當然大家自然就會相信他有所改變嘛 那自然就不會有這個到底毛骨悚然不悚然的問題 可是如果說他在糾結說這個誰說他毛骨悚然 所以害他形象變壞的話 那大家反而會看不到他到底有沒有改變 反而會就是讓他深陷在這樣的爭議裡面 所以如果說是以這個為家行好的這樣的立場的話 我是建議他就是用具體的公益的行動 然後可以跟他的粉絲多多宣導正確的觀念 那社會以及代言的廠商對他的看法 自然也會逐漸的改觀 好 謝謝大家 辛苦囉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자를仔細就是用谷歌的音YU 時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